鶯妹公園打野戰,前夫生氣,欺負兒子的撫養拳 來過香港賺錢的鶯妹,今年五月與陳子強結束五年的婚姻 多次就兒子的監護拳打官司 原本協議由鶯妹主要負責照顧兒子,兼共享有監護拳 連招回復單身的鶯妹,全同全拳拆除 今年七月還爆他們在台灣新北市公園打野戰 雖然他們不承認,但今個月二日就被地檢處起訴 認定他們有勝行違約 昨天有台灣傳媒指前夫向法院要求單獨監護拳 還提出照顧兒子的具體計劃 似乎是因為鶯妹單醜聞改變之前的協議